事故发生在今天早上10点半左右 当时该辆TTC巴士正沿着Peter Street的北行线行驶 在行驶到Queen Street West和Richmond Street West附近的时候 该辆巴士发生意外 撞向一辆私家车以及一辆出租车之后 再撞向一栋建筑物 据目击者显示 当时巴士上只有一名司机以及三名乘客 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到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TTC修整接车轨道的工程正在进行 几条在Spedina Avenue以及Queen Street的巴士线路 改成在Peter Street上行驶 由于今天发生的事故 原本在Peter Street上行驶的巴士 暂时改成在John Street上行驶